你会有什么问题 我看到是只有马来人去竞选 所以我就看到发现到这个现象就是 华人对政治很感还是对政治反感的 成立这个大专学生俱乐部的MJ61是有必要的 以让更多的大专生 首先我们是要让华裔的大学生 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些史诗课题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去成立MJ61这一块 我们从social media报纸上我们看到 这个是政党的领袖 但是当我有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就更多去approach这些领袖 我们跟他们做交流 我们跟他们做对话 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这个国家在未来是怎样的 或者是这个政党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建设 他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去接触这些领袖 然后跟他们做对话 当众当然有接触到的就是总秘书 就是DATO 三舍文 然后之前前总会长 DATO 税料总来 还有就是现在现任总团长 王小婷之类的都有在接触这 现在呢我们MJ61从成立以来到现在了 我们都针对不同的史诗课题 发出我们的文告说出我们的声音 就好像我们说最新的就是11月6号吧 就是我们2020年的那个财政预算案 我们在他还没有再提升上去国会之前 我们就有出我们的文告 就是说我们希望财政部呢 能会有高教部 能接纳我们的建议跟想法 我们有提出五项建议啦 然后我们也是有 当然我们也是有TAC他们啦 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 我们收集了这些大专生的声音之后 他们能领取我们的声音 然后再讲看去帮助这些大专生 大学生 因为毕竟现在是疫情时期嘛 大学生都面临上种种困难 例如上我们讲是 他们现在都是改成新模式学习吧 教学就是用线上的教学 在马来西亚 不只是说我们华 我们华裔学生跟华裔学生去对华裔 我们要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我们要聆听更多不同种族的声音 还有他们的想法 所以呢 如果我们都觉得通过对话 通过对话呢和交流呢 是最好的一个平台 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当然这个对话呢 也可以让他们去了解我们 到底我们华裔学生的想法是什么 好像我们之前 我们有在做交流的时候 我们MJSISWA跟PASSISWA 我们都交流 我们发觉到 哎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真的是目标是一样的 我们抛开 后面的政党 我们的理念是一样 就是我们要帮助更多大学生 但是 在如果是说我们彼此了解 他们完全不懂 哎 我们华裔生到底有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马来学生 他们在学校要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 印度学生 还有就是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的 偷竹 其实大学生呢 是很简单的 他们想法呢 就只是 在大学里面呢 他们就是学术自由嘛 而就是他们不会被 就是没有被打压啊 没有被威胁啊 然后在大学之内呢 他们还可以做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他们可以去参与活动啊 参与组织啊 或者是他们 哎 他们有时间 跑跑步啊 做下运动啊 去 图书馆 都OK吗 这些 我们讲大学里面呢 当然他们也是有校园政治嘛 这校园政治呢 我是希望呢 不要 把这个校园政治 跟外面的政党 外面的政治权 扯在一起 因为毕竟校园是校园 校园政治 毕竟注重的是大学的 大学生的那个福利 所以MCSX1的这个成立呢 就是我们去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警觉 然后呢 也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成为校园选举候选人的大学生啊 或者是领袖 或者是学生领袖 让他们知道 哎 这个要怎样去 要怎样去 帮助更多大学生 或者是 我们可以互相的配合 他们可以把他们的 他们可以收集大专程的声音 把他们带给我们 然后我们在用我们的平台 把这个声音传达出去 给适合的一个平台 他们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有新的想法 所以呢 接触这班大专程呢 是有必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从 我们可以从这个 MCSX1这个平台呢 去培育他们 辅助彼此 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呢 声音呢 我们传达给更高的一个 呃 平台啦 一个例子 有个学生领袖 他有想法 他只在他的Facebook post post文 发文 发文帖而已 政治上呢 有老中心 就是不同的声音跟想法 集集在一起 你如果我们以现在来看的话呢 都是老中 这年代的比较多 但是缺乏年轻人 所以我呼吁 更多年轻人 更多大专生 可以 发出 勇敢的发出声音 勇敢讲出你们的想法 啊 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当然我也希望 在未来这个政治局势上呢 我们大家呢 尤其是我们大学生 我们是 我们是最有想法的一群的 是我们有心想法的一群 我们能理性问证 我们能理性去看待 每一个时事课题 而不只是 盲目的去看 我们social media的一些行为而已 当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也要去理解他们的内容 我们去理 我们去理解之后 我们去想 是否是真实性 然后我们再 有自己的想法 把它带出来